新年啊 跟男朋友交往多久 四个月 四个月就进入婚姻了吗 对 因为其实那时候认识她的时候 我觉得我年纪已经很适合结婚生小孩 然后所以我就跟她说 我有这个规划 我的目前的现状 我是希望可以结婚生小孩 那如果你也有这个人生规划 我们就就是交往 那有小孩就结婚 然后她说OK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婚前就有了小孩是婚后才有 先有小孩才结婚的 先有小孩才结婚 先有小孩 甚至是四个月 我就已经怀孕了就对了 对 然后怀孕之后我就说 有了呀 然后她就说那不然结婚吧 然后就结婚了 所以一切都很快 所以交往六个月的时候就结婚了 是是是 那这个有适应不良 你说是婚姻之后 因为结婚后就开始步入当妈妈的生活嘛 当妈妈的生活其实真的步调蛮不同的 我觉得步调不同是最大的问题 嗯哼 就是可能有了小孩之后 我的全心全意都在小孩身上 因为第一次当妈妈难免又又没有请保姆什么就是一心一意只对这个小孩的时候可能我对这段婚姻或是对他也有所疏忽 然后加上我自己有邋遢 怎么说邋遢 就是你知道约会的时候就会打扮啊 然后化妆啊会比较像个人这样 比较像个人 可是你当你在当妈妈的时候你可能三个小时就要喂一次奶 然后你可能就穿个哺乳衣 然后可能哺乳衣上还脏脏的 然后就是可能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就连续个两三天 这不能怪你啊 可是 可是男生是视觉动物 对啊 可是有小孩啊 没有不一定像那个大哥一样都很喜欢小孩就是多生一点 其实我的观念 我的观念就是觉得一直生小孩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传宗接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可是我就没有 就是后来就适应不良 对就会变成说 可能我的邋遢他看在眼里 然后我也会觉得你怎么没有体谅我的辛苦 然后这个就开始有一些不高兴 那我后来发现婚姻状况 他如何不体会你的辛苦 就是他 就是男生我觉得男生都很容易说一句 小孩就在睡你干嘛不一起睡 可是殊不知小孩在睡觉的时候 我们有太多事情要做了 要打扫家里又要煮饭 然后还要弄小孩的东西 太多事情 就可能你弄完小孩已经醒了 对 那你又要开始打小孩仗 就是一仗 是是是 而且我发现婚姻里面就是零沟通 不吵架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不吵架是最可怕的事 冷战 冷战彼此不说话 对我跟他总就是相处的期间 我们从认识到分开没有吵过假 那怎么没有吵过假怎么会离婚 就是在外人眼里我们都是那种 他的朋友都在跟我说你是他脾气最好的女朋友 然后我就说所以呢 因为可能 所以我们离婚 对啊所以我们离婚啦 因为我觉得不吵架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因为吵架有沟通 可是你不吵架就是彼此都把事情往心里面堆了之后 表面上没事可是其实内心都已经很多疙瘩在了 那为什么你不讲出来 因为我觉得讲出来会引发更大的争执 那这恐怖 因为你为了避免争执 所以你不断的隐忍 让他到最后是压力过就爆炸了 对就爆炸了 那他对方也不讲吗 对他可能也觉得我就这么过了 因为我可能表面就表现了 I don't care 可是其实我很care这样子 对啊 你是很在乎的 只是你表现的很不在乎 对所以我觉得我也有问题啦